好 说到缺 现在很缺的还有个东西 就是车用晶片了 翻开报纸你会发现了 而且甚至德国政府还写信来求我们台湾 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都知道半导体试况非常的火热 那么半导体就是做晶片的 可是这是因为这个自通讯的产能太满了 挤压到车用晶片 所以现在他们就说拜托 一点点这个代工产能去做晶片好吗 我们今天就要带您来看看了 首先就来看到这个护国十三台积电 台积电我们都知道它的地位 在国际间是举足轻重的 德国的经济部特别写信来跟台湾政府求救 说希望可以捡车用晶片荒得燃眉之急 他们说其实我们拜托 掉一点这个八寸的代工产能 来做车用晶片好吗 因为现在如果再没有晶片的话 整车都无法出口 车子做不出来 那我们就来看看 为什么车用晶片会大缺货呢 其实还是跟疫情非常有关系 时间要先回到一年前 你还记得一年前 由于是2020年初的时候 当时就是疫情刚爆发 整个2020上半年 全世界惨兮兮的 三月还导致全球经济 甚至还有股债的发生 美股还熔断的四回 所以当时全球的经济是一片一片的惨淡 车厂也想说 那反正肯定没人买车了 我坐车也没人要卖 所以他就自己跟晶片商说 那我就先砍了你的单 所以他当时就已经没有下单 给这些晶片厂了 没想到车市反弹的速度超乎预期 下半年就开始经济超旺了 股市开始回温 台股美股全世界经济都开始 因为政府不断的撒钱 所以资金流到了金融市场 那么台湾的车市也很好 美国车市也是一样 大家有钱了 因为不能出国 他们解读是因为不能出国 那反正就是钱还是有的 钱就是要花掉 所以车市反弹速度太快了 那现在甚至很多人订了车 今年要交车了 可是发现怎么办 没有晶片做不出来 那我们告诉你 其实同样做晶片 消费电子晶片的毛利是比较高的 什么叫消费电子 就是你我手中都拿了手机 或是说在家远距上课 在家工作要用的电脑NB 还有很多人会玩的游戏机 这些就都是消费性的娱乐电子 那我把晶片做好 放在这些当中的话 我赚的钱比较多 我在车子的话 我赚的钱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会选择来做消费电子 这也是因为疫情推升的宅经济 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 都被困在家中 那我就只能干嘛 玩游戏 用电脑 所以才会让整个半导体的事况 非常的火热 还有惨能塞爆 所以还是要回顾到 为什么在台积电法社会 释出这么样的好消息 他就说了在2023年 甚至我们讲远一点 他说2025年 就像这几年看起来 他们的年营收 复合成长率都10%之上 惨能满到不行 它能见度看得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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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订单真的太多了 但这些单通通都是 消费电子的单 那消费电子的单 跟车用晶片单 就是此消彼长 如果我多做一点 这个消费电子的晶片 那车用晶片就做少一点 我的代工产能 我的代工机器 就是只有这些 就是这么多 那如果说 现在因为在经济发酵 我需要很多的 消费电子晶片 那车用晶片就不好意思 我就不太能做了 而再来也是因为 我的头片已经明显挪移了 你去年上半年砍了我的单 你就说不用做这么多 车用晶片 于是我就没做了 那现在整个产能都塞爆 没办法去做车用晶片 再来现在车厂来拜托了 可是金元代工厂 他们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想了一下 衡量到毛利率之后 就觉得我还是做消费电子 比较赚 我不见得会转移产能 到车用晶片 所以这样的锻炼危机 就要发生了 因为如果说车用晶片 一直缺料 然后一直断货 整台车就不能出货了 一台车大约是有40个晶片 比较高阶的车 加上现在很重视 这个所谓的安全 比较高阶的 大概用到150个晶片 那如果我全部都装好了 偏偏就没有晶片 就还是不能卖 整车就是不能出去 对于车厂的营运 就是有负面的影响 这样的影响呢 其实将会严重冲突到今年 一整年 2021年全世界的汽车业 如果我们只把这个时间呢 只把镜头聚焦在台湾 你知道吗 在2020一整年 台湾不止股市很好 房市很热 房市写下10年新高 车子也是一样 台湾卖的新车销售量呢 缴出了45.7万台 这是15年的新高记录 为您报道过好多次 您记得吗 在这个台中港 塞爆了好多名车来 所以不只是国产车 进口车也都卖得非常非常好 那在去年 有15年新高的好成绩 大家不出国 大家钱都拿去买房买车了 还有热钱不断涌入 股市赚的钱也去买房买车了 本来希望这样子很顺风顺水的局面 可以延续到2021年 结果没有想到 我们刚刚提到的 货柜塞港 货柜缺柜 然后缺料 那反正呢 谁给我的钱多 我就先把你的货放进去了 所以现在大家是在抢货柜 那货柜当中呢 什么嘛 你想到就能装 当中最重要还是制造业当中 需要的零组件 所以零组件已经缺料了 然后车用晶片又没有 所以这两件事情呢 就让整个汽车业刮起了逆风 加上当中的晶片呢 如果少了一个就都没有办法 所以专家点名了 现在台湾汽车业 面临第一个就是缺晶片 第二个就是缺零件 缺零件的问题呢 是怎么样 就是说因为货柜塞港 然后还有缺柜的关系 所以缺零件 缺车就缺整体的车 做不好 那些车厂就没办法把车送来了 再来还有缺政策的司机 这样的五缺可能会考验 今年台湾的汽车业 而这一波的车用晶片短缺问题 不只在台湾体现 全世界很多国际的汽车大厂 同样都有一样的问题在发生 我们很多的国际汽车大厂 最新宣布能做什么 就先减产再说吧 我先把我的车辆减少 或是来使用无薪价 我先将图表带您看看 是从美国看起 像是美国的福特 福特的工厂已经说了 他们解雇了员工 还有克兰斯洛菲亚特 同样也是部分车款 直接停产 他是选择停产 停产到一月底 那么在德国的部分 德国部分福斯也是被迫说 不好意思 真的是没有料 没有剪 你在上班也没车可以坐 所以数万名员工 被迫说五星价 减产超过了百万台 奥迪也是让一万名的员工 通通都去放了五星价 日本同样的状况 日本的丰田 本田日厂还有苏巴鲁 全部都是受到冲击的 持续的减产当中 而现在你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了 今天的新闻还有个重点说 那金元代工厂讲一句话了 要做可以 现在车用晶片 说要涨价了 所以当整个话语权 回到了代工厂的手中 他们喊出要来调涨 车用晶片的价格 如果它涨到跟 自通讯晶片 也就是我刚提到的 消费电子晶片价格一样的话 或许可以缓解 车用晶片缺货的问题 但是人家单早就定了 你就是要排队 你就是要乖乖的等 钱再多也没有用 因为这是一个客户跟工厂之前 要遵守承诺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调涨 有没有办法可以缓解 车子整个产线的停摆问题 专家认为 还是要来持续的观察 以上就是今天的 财经壁之道